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戴鴻輝 我是翠絲 翠絲 其實《全民造星4》這個選手節目 因為選女團關係 其實都出了很多人 除了在99強裡面 最終選了8個人出來做這個 大家都知道簽約了ViuTV做caller之外 其實除了這8個女生 其實還有女團產生了 現在最近出了Lolli Talk和Straise 都不知道是怎樣 不過如果我們讀錯了 沒有人指證我們 因為都沒有官方的認證 因為女團未正式產生 先講Lolli Talk Lolli Talk是由ViuTV 《全民造星4》的參賽者 它有阿彈、阿Yo、Tanier、Elka、Yanny、Sinnie Mayway和阿妹組成的Lolli Talk 他在15日出了一首新歌 叫做8 8 Seconds 其實是幫香港電競超級聯賽第二季宣傳的 是主題曲來的 是主題曲來的 而且他們在短短一天 就已經破了10萬的點擊率 點擊觀看次數 到今天看已經有14萬了 已經有很多人去關注 算是挺好反應的 也挺好反應的 因為其實他們Lolli Talk的八個女生 其實向來很多網民和觀眾 如果看過《全民造星4》 都知道他們是買甜美的風格 去出來 好像團名那樣 棒棒糖 賣屎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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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屎 但因為他們始終是幫電競比賽宣傳 所以他們的造型會比較有型格 有型格 可能是電競的形象 沒錯 唱歌也有點飽 其實我看很多網民都稱讚他們 在沒有大水喉的供應之下 也沒有很多專業人士都可以做了一些誠意之作 但是有很多人亦有批評 是啊 其實有人說他們那首歌不夠洗腦 甚至乎他們那些打燈有點差 沒有了他們那些硬直出現 還有他們的剪接 都差一點 每樣東西都不是完全很好 但是你也要看一下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那麼多預算 沒有像ViuTV那樣 那麼多大製作 幫他們在這裏宣傳 所以其實 我覺得他們可以越做越好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第一首歌 我自己覺得 如果他們本身沒有吸引力的話 亦都不會在電競找了他們做主題曲 介紹這對Lolid Talk 其實他們原來在COLA未成團之前 他們已經組成了這班女生 其實這八個女生以外 還有COLA的成人 Day也有份 對呀 但是因為Day始終入了COLA 所以他就退出了 所以就找一個新的成員進去 都是八個女生來的 其實我覺得 Lolid Talk和COLA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合作 其實他們之前都試過翻唱了 COLA的首歌叫做Candy Ball 我覺得如果你說以一個不是公司去做的女團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當然在製作上你不能夠跟ViuTV比較 始終他們有很多造型師 可能有專業化妝 也本身有形象設計 甚至乎有個專業的經理人 OWING去幫助他們 現在這八個女生可能都要自己走在一起 當然我認同一件事 MV我也有看的 其實真的差一點 就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都是賣可愛的 那條片就有點暗暗沉沉的 真的不太能看到他們的顏值 而且你不太能分到八個女生 是誰戴誰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令到大家有點失望的地方 如果我對這個女團不太熄悉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大頭多一點呢 打個燈清清楚楚 讓人知道是誰 當然這首歌就是賣電競 但你也讓人知道 介紹一下這群女團 他們本身是一對新的團 沒有人認識的 應該是吧 不過他們在Youtube頻道 三個月前也有開始 除了出這個新歌之外 他們之前也有介紹自己 有介紹自己 或者分享他們的一些常生活的東西 等等之類 如果有網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 看他們的Youtube頻道 其實除了Loli Talk之外 還有一對 剛才說的Straise 是啊 他們這個陣容都厲害一點 有Avel CK Ariel 和Let 因為他們本身有五個組成的女團 還有一個還未公佈 不知道 他們最後會找哪一個加入這個女團 其實這對組合 都真的很期待 因為有CK 還有一對唱歌 還有一對 Ariel 又懂得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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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k的唱功 是不錯的 因為其中是嘉燕姐 是嘉燕媽媽旗下的參賽者 所以真的是厲害的 還有Avel Avel應該都很清楚 小小時候參加過超級巨星 小小時候認識許廷鏗 對 和許廷鏗一起參賽 因為其實我對這對女團的期待大一點 為什麼呢 例如說Avel 和CK 其實都是之前在美科納比成團之前的入團大業 很多人都說這兩個會不會有機會入到女團呢 最後沒有選擇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就有一件好奇的就是 所有參賽者都和ViuTV簽了約 就算你沒有入到女團也好 都是他們旗下的藝人 例如你看到 他們好像Ada仔 Ioyo那些 其實他們都沒有入到女團 但都簽了給ViuTV拍的綜藝 但其實現在這班女生和Nolitalk 又自己自快去做一個團 到底他們還不是ViuTV旗下的藝人合約呢 我就有一個疑問 這個也是有待他們之後官方可以公佈出來 數一數一數 這裡有五個 那裡有八個 Color有八個 加加起來有二十多人 99人都選了有二十多人 對呀 20強那些全部都出現了 其實已經 看看資料 其實他們現在這幾個 例如Aval、CK和Ariel 他們本身都已經是《全民造星4》20強的人選 很多網民都在猜 究竟第五個是誰呢 可能是偉翹 因為其實我都很留意偉翹的動態 因為覺得他算是中性一點點 但是偏向 都是有個女團的感覺 其實我也覺得 所以其實他可以進去其中一個女團 但是當時一開始 我都想過Color會不會是找偉翹 進去做女團 但是最後都沒有選擇 還有或者是超酸 超酸 超酸好像是心靈的 但是他們那個 超酸的風格 我都覺得OK 其實他都可以唱得 都算是可以的 對呀 總括回 《全民造星4》都出了一群人 其實是好事來的 因為始終《全民造星4》 其實出了一群人出來 無論到最尾他們的演藝事業 去到什麼都好 都起碼在我們樂壇或者演藝界 都多了一群人的選擇 多了一些新鮮感 其實是好事來的 還有我見到 在網上就是連登 有很多連登仔都很喜歡他們 接下來 《星目以待》 我們就看看 究竟Lolly Talk 以及這個 是不是讀Straise 這個新的女團 有些什麼歌 放一些新鮮感給我們 還有我更加期待 就是他們這兩個女團 跟她自己邀請的那群朋友 其實他們整群都是朋友 多了一點 就更加好 是啊 多了《星目以待》 真的很期待 好 今集我們講女團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